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每年秋冬呢,各大品牌都在出新 尤其是到年底的时候 什么圣诞限量啊,各种的新品啊都出来了 然后促进我们的黑五和年底的消费 我最最期待的品牌之一呢 就是化妆师品牌Lisa Aldridge 她自从出了自己的口红之后呢 现在慢慢扩展到了底妆 然后还有腮红之类的这一类产品 今年呢,算是出的新品非常多的 她每年春夏出一批新品 然后秋冬出一批新品 今年的秋冬呢,尤其值得期待的是 她出了第一个这个底妆的产品 之前就有出过腮红啊什么之类的 我也有买 但是底妆就是粉底的话 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因为她的产品总是跟别人有所不同 所以每年的秋冬呢,她出新品 我是非常期待的 然后今年的新品除了口红和唇彩之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粉底的产品 我都买了这里给姑娘们过一遍 然后她还有一些唇线笔之类的产品 我之前从来没有买过 这次是新风 也还有一点尝心的意思 然后也买了一些 给姑娘们在这里做一下总结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那首先就讲重中之重的粉底吧 这也是她今年初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产品 其次也是我个人最欣赏 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今天脸上的底妆呢 也是用她这款粉底出的 叫做The Foundation Liselle Aldridge Seamless Skin Foundation 所以首先看她的包装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形的包装 然后这样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她的这个平身做的非常的漂亮 是这种有点像太空气球之类的那种设计 然后就是金色的包装的瓶盖 然后这样打开 然后每一个角度的那个弧度呢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标签 就让你这个手握的时候比较方便 我的色号是五号 在选色号这个方面呢 姑娘们可以去她的网站 去买她的sample card 每一个sample card是四个颜色 一二三四 然后五六七八这样子 然后四组四组的颜色 是一个sample card 我记得价格好像是四到五美元的样子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你如果去买她的口红 或者任何其他的产品 是可以选sample card 在你的购物车里面 那样这样的话呢 她的sample card是色是免费的 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色tone 然后色接的这个颜色呢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粉底当做底妆来用 再一个她的这个粉底的跨度 总共是四十个色号 我记得 然后因为她的彩妆师嘛 她就分得非常详细 就比如像之前那个 Pemmegrad或者是 Charlotte Tilbury出粉底 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选色号是非常重要的 姑娘们如果 如果你不是住在英国伦敦 就可以去她的popper shop 就是去亲自上脸试的话 还是强烈建议你去买sample card 我当时就是买口红 拿了sample card买了她的一号的sample card 一二三四号 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色号完全都不对 然后后来就是忙买了五号 还好就是这个色号是对上了 但是有的姑娘呢 可能比我稍微偏白一咪咪 或者是偏深一咪咪的颜色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sample card 好好的试一下 那就是这样子了 多说了两句包装继续说 所以你可以就是储存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买放到你的化妆台上 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它是个盒子 下面这个底座 可以给你当做底座 放在化妆台上 也蛮漂亮的 像我呢就比较喜欢 收在抽屉里 我就把这么平放 放在抽屉里就好了 好 这是它 然后我们是来说一下 这个底妆的质地和它的使用感 还有那个妆效 质地呢是比较 你看比较粘稠的这种性质 没有什么流动性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 在使用方面呢 就是你摊在脸上之后 不管是用海绵蛋也好 还是刷子也好 它很快就会干掉 就是它在脸上附着的那个能力很强 然后其次是干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干了之后它就定住了 它就不会再给你挪动了 所以它的持久力非常非常的好 一整天下来十个小时不带脱妆的 包括我最爱脱妆的下额 还有两颊这个地方 它全部都不脱妆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优点 其次呢它是不氧化的 在我的脸上 白天就是上妆的时候 早上涂上什么颜色 晚上卸妆的时候还是什么颜色 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突破吧 他们家这个产品的 说是这个配方呢 是pattern pending 它一定是要有pattern对吧 人家化妆师自己配出来的这个配方 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专利正在申请 我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要有专利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粉底的质地和它的上妆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特别特别的优秀 所以它就是 我觉得可能人家申请专利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再一个就是 我看它里面的成分 可能大部分的成分就是 在脸上能给你扒得很牢的这个成分 一个是Domeficun 就是属于龟类的 再一个就是有一些polymer的成分 真的就给你形成一层网的感觉 在脸上附着 然后非常breathable 不会觉得很厚重 其次呢就是 真的持妆效果很强 这种非常aerybreathable 就是妆感非常轻薄 但是又能非常持久 遮瑕力还不错的粉底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卢丹氏的粉底我是非常惊艳 然后一整年都没有再买底妆 这到了年底了 把买底妆的quota留给了Lisa Aldridge 果真是没有让我失望 好 这是实用感和持妆度 另外一个呢 说一下遮瑕程度 姑娘可以看得出来 我今天脸上 她的这个用的就是这个底妆啊 首先她光泽感是在的 我下面这一块是没有打高光的 还有额头什么之类的 她的光泽感是在的 其次呢 她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mat的感觉 但是大部分还是有variance 所以这个是很喜欢的 再一个呢 就是 就是她的那个遮瑕度 我觉得 所有人都说是medium level 但我觉得是有一点偏高一咪咪的medium level 对我来说 我平时其实上班啊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不会化这么就是coverage coverage这么高的妆 我都是coverage非常非常的低 大部分时候我就涂个防晒 然后遮瑕随便涂一涂遮痘痘 就完事了 或者是粉底随便遮一遮痘痘 我其实全脸上底妆的时候 都不是非常多 给姑娘们录视频呢 肯定是上个全妆对吧 遮遮瑕疵之类的 但是这个粉底 我觉得它遮瑕力在我这里是非常强的 可能是我平时化妆习惯的原因 就不喜欢用medium to full coverage 我一般就是shear to medium coverage 就足够了 我觉得 所以这个它虽然是medium coverage 在我这里感觉遮瑕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如果你是比如说痘痘肌 有一些痘斑啊 或者是晒斑之类的 脸上很多东西需要遮的话 或者是你就是介意喜欢遮的话 这个你就稍微涂个 就是涂上一层之后 再集中的在遮瑕涂一层 也就足够了 所以它的遮瑕力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强的 好 这个粉底呢 不再多吹了 我觉得适合中性混油和油性的皮肤 如果你的皮肤非常非常干的话 就是注意打底 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滋润的粉底 毕竟是会在你脸上扒得很老的那种质地 所以尤其是秋冬了 现在这个要么就是大风吹啊 要么就是在家里空调房 暖气开得很足的情况下 脸上是非常容易干的 所以这个粉底呢 我不能说它的保湿力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 请注意保湿 总体来说 这个粉底是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 好 吹了很久对吧 好 就吹到这儿 那接着说一下 它的这个上妆工具 这次跟着它粉底 一下出的呢 一起出的有这么一个粉底刷 也是Lisa Eldred自己设计的一个粉底刷 好像是跟什么日本的某一个牌子合作的吧 但是也没有仔细研究 首先呢 我上粉底是非常抗拒使用粉底刷的 因为我两家的毛孔问题比较严重 粉底刷多多少少都会有刷痕 不管是这种扁状的粉底刷 还是那种 就是那个头很大很平 然后大家可以buff的那种粉底刷 buff这个事情 在我的脸上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遮毛孔的效果 反而是越buff越差越糟糕 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上妆手法 或者是技巧有关系吧 总之呢 我是一直是用海绵蛋上妆的 这个粉底呢 如果你是用海绵蛋上妆 是非常服贴的可以 然后如果你是习惯用手上妆的 那你动作得快点 因为它真的就是干得挺快的 我买了它的粉底刷 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是Lisa Aldridge的粉丝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粉底刷呢 首先质感非常好 我已经很久不给姑娘们讲刷子了 原因也是我个人也很久不买刷子了 这次买了粉底刷呢 是作为粉丝的这个态度来买的 这个刚洗了 所以上面湿湿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粉底刷呢 不是特别的 就是 就是这个毛不是特别的浓密 其实它的毛量还是很浓密的 然后它是纤维毛的 不是动物毛的 所以这一点跟这个Lisa提倡环保啊 什么各种的也是有关系 这个粉底刷最大的好处就是 没有刷痕 然后给你可以上非常轻薄的 这种底妆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粉底用粉底刷上的这个效果呢 比这个海绵蛋上的效果要更轻薄 我用粉底刷呢 基本上两泵全脸就够了 它这一泵也不是特别多的量啊 但是如果我用海绵蛋呢 就是基本上要三泵的量 毕竟海绵蛋是会吸附一些粉底的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粉底刷 真的就是我轻轻扫一层 然后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这一层就算好了 半边脸就好了 也非常的快上妆的速度 所以这个粉底刷我是非常喜欢的 不显毛孔 没有刷痕 同时上妆非常轻薄 当然你如果连续用个两次之后 还是会有刷痕的 因为你看这样湿湿的刷子 一定是会有刷痕的 所以你就得经常洗一下 因为是纤维毛的 所以我就经常洗 也不会有什么心理的顾虑 如果是动物毛的话 我就会比较介意经常洗 所以anyway这个粉底刷也是非常喜欢的 配这个粉底 好 那底妆就给大家吹到这里了 希望对姑娘们有所借鉴吧 就是色号一定要选 对我个人是用05色号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好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它的口红吧 口红呢 今年的新色总共出了那么两三个 我买了两个新色 就是高体的口红 一个是这个Valves Cinnabar 就是溅在嘴上涂的 非常秋冬的一个颜色 现在这个阳光很好 然后镜头又吃色 可能看起来 这个口红 不是特别的深 但其实是非常浓郁的 饱和的秋冬的一个颜色 给姑娘们在手上刷一个色吧 也顺便 你看 这是它Valves系列的 雾面系列的 所以这个口红非常的好 我之前去参加婚礼啊 什么之类的涂涂口红 所有人都在问说 你的口红是什么颜色 什么质地的 怎么会显得这么高级好看 可想而知 就是我被问的心情也挺好的 对可想而知是公认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颜色 另外一个颜色呢 叫做Valves Petal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就比较一般了 因为当时在官网 试色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颜色 很有春意的这么一个 暖调的浅玫瑰色 粉调比较重 这个颜色呢 当时看试色在网上 它新launch产品的时候 那个亚洲模特 涂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那种 鲜嫩的 娇艳欲滴的玫瑰色呀 但是买来之后呢 涂在我自己的嘴上 我觉得好像显得 我比较蜡黄 再一个呢 这个颜色的确是偏浅一点点了 估计是需要那个 配唇线笔呀 然后那样子 比较90风的画法会比较好看吧 Anyway这个 Valvet Petal 我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但是买了也就买了 另外还买了一支 唇蜜 就是Valvet Petal 对应的这个唇蜜 这个唇蜜我就很喜欢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 你看 它比它这个唇膏的颜色稍微更红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颜色上嘴 我觉得就更适合我这个偏黄的肤质 如果是这俩叠图呢 一定也是好看的 但是如果单独用这个Petal Valvet Petal这个唇膏呢 就觉得好像不太够意思 好 这就是它唇部的新品了 接下来呢 给你们讲一下 我今年正在探索的一些唇线笔 最近的确是在研究唇线笔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Victoria Beckham 它的那个唇膏 我买的比较多 它很多裸色的唇膏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 一旦加了唇线笔 就是好看妆更好看 因为它本来就是人家个人风格 就是裸色 然后比较偏90风的那种 所以我就作为小粉丝呢 也开始研究了唇线笔 Lisa这次出了新品之后呢 我就买了他们家五支唇线笔 真的是湿心疯了 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么多 平时根本就很少用 后来我买了之后呢 我才发现 我买了他们家所有的唇线笔 都是这种大红色的颜色 就是什么Volvet Dragon Volvet Jazz Volvet Myth 还有什么Volvet Cinnabar 还有Volvet Ribbon 就全是他们家大红色的口红 我买了个唇线笔 这样子呢 化妆起来就比较方便 因为你勾一个唇线 在往上涂深色的大红色的口红的时候呢 就不太容易涂出肌 再一个它给你保护一下 你那个口红的画的边缘 就是你的口红不会滋进到 你的那个嘴唇周围的皮肤里 就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法式的红唇的画法 就是旁边在那个嘴唇的边缘 要做blurry那种效果的话呢 那你就没必要用唇线笔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画那种 很精致的 很精准的 然后显得这个嘴唇比较丰满的 这种红唇的话呢 唇线笔还是比较 就怎么说比较有必要的 所以我在这儿呢 就先给姑娘们刷一个色吧 因为我现在在 就是研究纯剑笔呢 也没有说是所有的 想买的都买齐 想等到所有的都买齐了之后 给姑娘们再统一的刷色呀 或者是Instagram上放 讲一下我自己的新感受 新头感受 这个是Dragon这个颜色 其实都是跟它口红对应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Volvit Myth 是它那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 Berry Tone的紫色 对Volvit Myth 然后接下来这支呢 是Volvit Jazz Jazz的配色 对比较偏蓝调的 这个Jazz 然后接下来呢 是Cinnabar 同时也是我今天嘴上用的 配口红一起用的 你看这个颜色 非常装红的 秋冬味道很浓的一个红色 最后一支呢 是Ribbon 也是 就是蓝调更明显的 这么一个大红色的唇线 好 在这里呢 想给姑娘们多说那么一嘴 就是这个唇线的质地 我现在也在研究 但是我发现呢 唇线的质地 总共就是分大概三类 一类呢 就是像我非常喜欢的 Charlotte Tilbury 他们家这个唇线 叫做Lip Cheat 这支是我非常常用的颜色 叫做Iconic Nude 我画什么90风的那种 口红的时候 都是用它这个颜色 就是非常的百搭 涂一个深色的这个 然后加一个稍微浅一点 裸色的这个口红啊 这种唇线笔呢 就是比较waxy 比较硬 然后一定要做成这种 铅笔质地的 然后要削 不然的话 就是很硬的质地 不太适合做成那种 可以直接卷出来 直接用的 这是其中一种质地 另外一种质地呢 就是非常软的 可以直接做成这种 就是卷出来 直接用的这种质地 我这手上 这支就是美宝莲的那个 非常有名的 叫Color Sensational Shaping Lip Liner 这个颜色叫做115 Totally Toffee 这个你看它的质地 首先呢 它不需要削 然后当然好像需要削的话 你想让它尖一点 可以把后面 比最后边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悬一下 可以算是削 但是我平时从来不削这个 然后 是这样画出来的 你看这个颜色 Totally Toffee 也是很90风的这种颜色 这个就是非常的柔软的笔芯 不适合做成铅笔状 Lisa Aldridge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首先它的这个 做成铅笔状的质地呢 就说明它的那个 笔芯的质地 不是非常的柔软 但是呢 你在画的时候 它又非常的好上 就是 怎么说 CT加这种呢 还是比较硬的 你画的时候要有一点力度 稍微使劲一点 描一下 才能给你描到嘴唇上 但是 Lisa的这个呢 就不费吹灰之力 随便一下就可以给你描上了 再一个呢 它也是做成铅笔状的质地 说明它也没有那么柔软 所以它这个 怎么说 这个lip liner的这个质地呢 还是蛮特别的 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也挺适合新手的 比较适合新手的产品呢 就是Lisa这种 或者是CT加这种 就是比相对偏硬一点的 或者是不是特别柔软的 你如果像什么 Huda Beauty那种的 唇线呢 包括美宝莲这种唇线 就是新手不太适合 因为它很软 你一下就容易画出界了 然后 不太好上色的唇线笔呢 反而比较适合新手 就跟美笔使用感是差不多的 好 那 Lisa家今年秋冬初的新品呢 和我正在摸索的一些 唇线笔的心得 就给姑娘们介绍到这里 希望 给姑娘们呢 有一些借鉴的作用 喜欢Lisa Aldridge家的 或者是被我种草了 Lisa Aldridge家的产品呢 就不妨去他们家的官网 LisaAldridge.com 去看一下 他们家的官网是从来不打折的 不妨就是随时可以去看 也不用赶什么黑五啊 圣诞节啊 就是随时买都没问题 然后 全球免油的这个门槛 也不是特别的高 姑娘们 每人都值得拥有一只Lisa Aldridge的口红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好 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吧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赞留言加关注 另外 欢迎姑娘们去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会有更多的产品 在那里给大家刷色呀 或者是update 那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下次见